新冠令进入第三阶段 民众的配合度到底如何 开拽佳节可以不可以回乡 国防部高级部长作出回应 阿兹敏说明企业复工准则 大马确诊数据重回三位数 小期新闻内容 欢迎收看4月16号的百合大事记 晚上好 我是威命 大马确诊数据今天重回三位数 卫生总监诺西山指出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冠病确诊病例新增110宗 累计5182宗 一人死亡累计84人 但全域出院人数连续第四天 超过确诊人数 今天有119人出院 全域出院者占了53.4% 行动管制令进入第三阶段 不过路上的车辆似乎增多了 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麦莎比利说 但但昨天警方就检查了近56万辆的轿车 逮捕了人数也从前天的600多人增至1315人 他就提醒民众 截至目前新管令依旧是生效的 任何违反的人都会被对付 至于穆斯林能否在开灾企业期间回乡 沙比利也作出回应 Interstate pergerakan merentasi negeri ini juga tidak dibenarkan sejak daripada PKP I dan PKP II dan bulan Ramadhan sekalipun ia masih lagi tertakluk kepada undang-undang yang saya sebutkan tadi dan PKP III seperti saya kata melaksanakan terus undang-undang yang telah kita putuskan yang kita laksanakan masa PKP I dan PKP II yang kita laksanakan masa PKP III jadi pergerakan merentuh merentuh untuk pulangkan kampung juga tidak dibenarkan 对于有民众在推特上投诉 轻快铁站挤满了乘客 没有遵守社交距离的问题 沙比利就表示 会和军警商量 看能否安排军警驻守 以确保民众遵守有关措施 换个焦点 因应疫情非常时期 今天召开州议会的沙巴和击打 也丝毫不敢大意 除了全员戴上口罩之外 沙巴州议会也首次限制出席会议人数 议员之间的座位也保持了社交距离 另外过去一直坐满的州政府官员 以及受邀观察人员的旁听席位 今天也几乎空无一人 在几打州议会的部分 除了遵守一米距离 测量体温 使用消毒搓手液之外 美人也必须填写健康申报表格 才能够被允许进入议会厅 此外会议也数赞数绝 全程只用了25分钟 过后由议长阿莫卡辛宣布 无限期休会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阿兹敏 今天下午4点通过电视直播 说明企业的复工准则 其中他就表示 所有申请复工的企业 上班的员工需先进行官病检测 Majikan yang memohon untuk beroperasi perlu memastikan pekerja-pekerja menjalani saringan ini di lebih 3,000 panel klinik kesihatan perkeso di seluruh negara mengikut garis panduan yang ditetapkan oleh KKM MITI juga telah mewajibkan supaya syarikat-syarikat yang dibenarkan beroperasi mesti mengemukakan senarai pekerja yang terlibat semasa tempoh PKP dan memastikan pergerakan pekerja terbabit hanya terhad dari rumah ke kilang atau premis sahaja 至于相关检测费用 则由涉嫌机构承担 此外雇主必须每天检测 员工的体温 是否出现呼吸困难 或者是咳嗽 而这些记录需要收藏 三个月 阿兹敏也提醒 获准复工的企业机构 如果被发现 不遵守当局制定的 标准作业程序 冒工部会收回批准性 业者也会受到兑付 目前有四家公司 因为没有遵守SOP 而被撤回批准性 被受争议的 南勒斯西图厂 日前以重要行业为理由 向政府要求在第三阶段 行动管制令期间 恢复运作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南勒斯西图厂的理由是 其产品对于包括医疗设备在内的供应链 至关重要 对此 冒工部透露 正在考虑莱纳斯的申请 将在五天内决定 是否批准申请 不过拯救大马委员会主席 陈文德就说 莱纳斯申请为重要行业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 该厂负载累累 经济状态 无法支撑太久 厂家不可能兼顾澳洲 以及在本地设立埋读设施的开销 那么今天的百科大士记到此 感谢收看 本集百科大士记 由UCSI University荣誉员呈现 更多线上升学辅导详情可浏览 online.ucsioniversity.edu.my 请不吝点赞 订阅